请收看 汇律法师 博学讲座 二 人家来侮辱你 不是来侮辱你 是拿功德来给你赚 有人侮辱你 伤害你 记得 他是来拿功德来给你赚 你要接受忍耐 你就赚到这个功德 跟你过于不弃的事 来成就你的 有这样观想 是不是 所以这里就说 如果有人侵见你 你本来要有多二道 因为持诵这个金刚经 二业就消灭了 当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也一定会成佛的 如果有人受持读诵 这一本经 那么应何得恭敬 应该受人恭敬 现在又有种种的疾患 疾患的是病苦 贫穷 朱衰 朱衰 就是衰退之下 衰退之下 以及为人 所争恶 人家看到你就痛恨了 世间人 世间人 不了解前世的业 认为 诵经是善 那么 极无应验 诵经 认为是一种善事 怎么样 极无应验 所以 只要没有感应 就产生疑惑了 殊不知道 如果没有经典的力量 应多恶道 因为你诵经的功德 所以免恶道 因此记得 只要你写佛 把一切的逆境 当做 统统在给你消灾 知道吗 你心 不要动一个念头 称恨 把所有人 在侮辱你的 攻击你的 伤害你的 骂骂你的 通通观想 他在成就你 你心不难过 你也解脱 他也快乐 你也快乐 他在给你消灾 谢谢你 感谢消灾 所以有人 师父 某某人 伤害你 毁谤你 我都这样讲 感谢消灾 感恩 一句话就解决 我们也不要变什么 误会 不是靠解释 可以处理的 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 是没有理性的 不是用道理 可以讲的 不是大家可以 坐下来说 用理性 可以交谈 不一样 每一个人角度不同 这个背景不一样 思想观念不一样 强迫对方 来接受你的观念 是痛苦的 底下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牢牢记住 这句话 如果你记得起来 一生一世都解脱 你想要痛苦吗 很简单 把你的观念 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保证你活得痛苦一生 真的 试图改变对方的 是大于是的人 夫妻就这样子 还没有结婚 结婚以后 老婆 想要改变老公 老公 想要改变老婆 就言不代息 这样叫做言不代息 吵啊 真吵 每天吵 每天吵 好 大家 冷静一下 对不对 两个都为对方好啊 先生为老婆好 老婆为先生好啊 要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我告诉你 你一生一世 都会活得痛苦不堪